政府宣布行政长官和所有政治任命官员 捐出一个月的人工比公益金 以示同市民同心抗疫共渡时间 政府说过去两个月的疫情对本港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各行各业都受到打击 市民大众也都面对困境 为了展示管治团队和市民同心抗疫共渡时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三位司长和十三位局长 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各个副局长和政治助理 都会捐一个月的人工比公益金 各个行政会议非官首议员 也会捐一个月的人工比慈善团体 民困你解决不了 就是做一些好像旁边的东西 现在捐一个月金上是无保抑意思的 个人来说的话 就是他做了一些捐工 就是在自己个月的立场做到一些东西 公益金他的理念都是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不需要秉持很多立场上的东西 只要是帮人的话就是好事了 2003年沙士期间 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带领管治团队减薪一成 行会成员叶劉淑仪说 也曾提出类似的建议 大概一个星期前已经在行会讨论 我们的同事愿不愿意减薪 但未有回应 存在消息说新加坡政府的官员 都会减薪一个月 将自己的人工减一个月 可能因为这样 特区政府感动压力就仿效新加坡这样做 他说支持政府的决定 希望政府并不是争取民意和掌声 而是与市民共同进退 母纤年沙士期者刘春玉不道